上一屆选举的时候 花莲市主农礼登记参选里长的邱惠敏 以一票自差落选 经过四年无党无派 他今年抽到一号 邱惠敏他坚持要继续争取里长的职务 他表示他会用礼人为美的证件 其派为主农礼贯注年轻活力 带来更好的改变 2022九合一选举周六登场 四年前仅以一票自差落选的 主农礼长候选人邱惠敏 四年后再度披挂上阵 凭借多年的基层蹲点 投入社区 陪伴长者等里内服务和活动参与 带着家人和亲友的鼓励支持 今年抽到一号的邱惠敏 将里人为美核心价值 化作参选行动力 期盼为主农礼贯注年轻世代的新活力 很多里内的长辈 还有一些朋友们 亲人们都希望说 这个社区如果年轻人站出来 是不是更有活力 我们社区就会有更一样不一样的 感觉出来 这是秉持着惠敏真心主农友爱的初衷来参选 然后我的证件是以人为美为主軸 以人为美其实就是希望 社区有更多的规划 就是结合县市政府的推动 然后来进驻在里内的一些硬体设备 然后资源等等的 然后也希望结合里内很多的乡亲啊 然后可以推动妈妈教室啊 老中心的休闲运动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课程规划都可以 还有大型活动 我希望都可以在这四年在里内慢慢的推动起来 让社区可以更活络 然后还有社区一些商圈啊 连带的都可以带动起来 然后让整个社区创造成我的目标 就是以人为美的牧林社区 或许四年前真的比较年轻 有很多事情都还不够成熟这样子 但这次的 这次我会再次参选也是大家的鼓励 跟很多想法我也都已经就是规划好了 然后在大家的支持下 所以我还是站出来了 然后与大家共行 然后当然也呼吁啊 我们年轻人真的要回来投票 在11月26的时候 然后让大家看到 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做事 日前举行邱惠敏竞选服务处成立大会 及歌唱音乐会 不分党派都为贵宾站台支持 甚至应填美亮丽形象 或邀2022全台美丽里长候选人图鉴之一 邱惠敏秉持服务黎明初衷 期盼黎明给年轻人和主农理 世代交替机会 以主农理女儿之姿 让主农理更美好 将尽自己最大努力服务 发展更有活力温度多元文化的主农社区 记得长方夜华临时报导